喂喂喂喂 直播了11秒了 好多人害怕 OK 好 今集我繼續講麥倫的講底倫 還有我會講少少關於內在小孩的療癒 還有講少少這個家庭排列 但是呢 也都如果你真的有麥倫以外的問題 譬如你有生童上面的問題 你真的想問的 不阻的 你照樣可以問我的 你照留言 我照看我照答你 好嗎 OK 我們的底倫是我們和這個世界最直接的連結 亦都是它的能量是最在的 最貼的 最不離的 如果一個人是頂倫主導的話 那個人就會飄的 即會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它的想法未必是實際的 OK 未必是真的可以我們叫做materialize 即是將它變成事實 以及未必可以將它實現到 明白嗎 那這些人就是很飄忽的 OK 很多想頭的 聰明的 或者小聰明都不出奇 OK 因為記住 其實麥倫呢 我們未講到這麼深 但其實它有光明面和黑暗面的 即是如果你的麥倫 嘩 你是頂倫主導 但是它是80分 你打算正也發達 但是那80分原來是黑暗面 你糟糕了 OK 它就會不斷地有些不好的想法 反而是 不是一些正面的想法 是一些很負面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害人的想法 OK 或者是自殘的想法 有些很多想法不斷地彈出來 那你沒辦法驅逐它 對了 Joan說得對 理想主義者 就是 可能它出了很多主義出來 比如馬克思 我不太確定會有黑暗面的頂倫 就是很多的想法出了出來 但是主義或者它的想法 其實是流於空返 即是不能夠真的幫到自己 幫到人 明白嗎 而那些是很飄浮的東西 OK 很難把它變成一個實際的東西 可能有些人你身邊實識 一些這樣的人 就是說 它很多想法 想做這個生意 想做那個生意 又想這樣這樣這樣 但是你見它一直都做不到 只有講 甚至只有想 如果你說它只有講 它可能都叫做 跌了下來這一格 那個漏斗都下來了這一格 但是有些人就是想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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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很陶醉 想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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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著了大論 但是呢 永遠的事情都做不到出來 所以其實一個人要成功 譬如我們舉例 大導演 律婚事不保 他一定有很厲害的頂論 不用問了 甚至周星馳有很多想法 這些想法是很出 呂八歲很厲害的 但他不僅僅在想 他真的可以將他一路轉發 一格一格 跌下來這裏 因為這裏是思考 你明白嗎? 去到微心論 再跌下來這裏就是要說 為什麼要說呢? 他也要將他的idea 彈出來 即是一個燈泡 頂論 然後他就思考 如何串埋 很多念堂都串埋 然後他要告訴別人 你不是一個人做的 你是要 譬如你和你的編輯 什麼叫編輯? 編劇 編劇 編劇講 你要如何出去串埋 跟著你要怎樣拍 跟攝影師說 跟燈光說 跟演員說 跟著你只是說沒用的 如果你沒辦法感化到他們 這就是心論的力量 還有說 跟投資者說 要不然你哪裏拿這麼大的油線出來 跟著 你可以說到口水都乾 你可以以為很好口才 三寸不爛之事 但原來呢 你的心輪如果不夠力的話 你顯化不了你要的結果出來 OK? 好了 你的想法 筆一聲很好 你想完一輪怎樣把它串埋 你記住 如果這裏去到這裏已經斷了 即是頂輪很高分 可能八九十分 光明面我當你 去到微心輪 死了 原來呢 是黑暗面的 就是想了 不行 明白嗎? 沒有辦法串埋 而且呢 一想就打銷 一想就覺得不work 即是不行的 那些人不喜歡的 那些人不瘦的 那你只要其中有一格斷了 它都下不了你 然後我當你一路 通關 過三關 下到心輪 心輪就是 你要有那個情緒 去帶動到別人 你的太陽輪就是你的 信心 你的能力 你的執行力 和你的人能不能夠公正持平 OK? 再下了 就是 這個生殖倫 就是我有沒有辦法可以突破框架 突破限制 將這件事 用最有效的資源 最少 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史實 到最後就是這件事真的出世了 OK? 然後一路 ongoing 它不斷地有事 你知道 每天都要壞 有事要執 有問題出現 這樣 我怎樣再將這件事 去持續地管理著 去到底論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成功人士 例如剛才所說的 私立分事不保 或者是周星馳 或者是聰明的生意人 一定是貫穿的 它的默論全部 我們意思是貫穿 你說 每個人都有七個默論 什麼意思 我不明白 OK 它不會有一個很高分 然後很低分 然後中中等等 然後這裏可能OK 然後又低分 你不會相差太多 明白嗎 它會相對地很接近 而當你越成功的人 其實它的分數應該全面倒高 即是說 如果你們查過默論 你們就知道 即是限限地 是六七十分的 整體 這一種人的話 就OK 很容易成功的了 而且它不會說 某人要特別弱 特別需要別人的幫忙 OK 好了 講到這裏 大家是不是都OK明白 OK 如果這裏明白的話 我們就集中說回底倫 那底倫是什麼回事呢 底倫呢 為什麼會低分呢 OK 就是因為恐懼 我不是說這一段時間 不理政治立場 所有人來到 我們不會說 你不是心黃 不讓你進來 我們不幫你出默論 你不可以這樣 即是你都要照幫人查 你照做 好了 但你發覺 是不理任何的宗教立場 政治立場 你發覺大家都跌的 為什麼大家都會跌呢 因為這一段時間 你看的新聞 發生的事 都會令到你有恐懼 OK 很多人可能怕到 我連街都不敢出 OK 你以為我所有的客人 都是心黃嗎 其實不是 或者是黃色 你管它淺中還是深 都不是的 我都有客人來做treatment的時候 他說 唉 我快點走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事在哪裡搞事 那 尊重他 他有他的恐懼 即是 都understandable 即是都能夠理解的 他只能夠看他有一天 快點 他的明心論開發到多些 他可以認清事實的 真相和全部 OK 但是 這些人始終會有的 始終會有人跟你的 政見立場不同 或者是你生同 你旁邊的那個不肯生同 你intill 能量他不intill 跟著他還要開玩笑 來誒毀你 你覺得你很白癡 這樣 實會有這些 但是 我經常都說的一樣 就是 你不要嘗試去改變別人 OK 你能夠做的 如果上一集 回應 藍絲的邏輯 Hello Terence 就是 人 mind your own business 管理好自己的事務 最重要 舉例 一個很普通的香港主婦 可能她本身是藍的 未必是深藍 可能她是淺藍 總之覺得 示威者搞亂香港不好等等 OK 但如果有一天 她下班回家途中 居然那些警察追著她打 扔催淚彈都算了 追著她 她明明不是示威者 她沒有戴口罩 她沒有穿黑色衣服 但她發覺 原來警察 這麼不講道理 這樣 因為這件事 這個親身的experience 她不可能有機會 由淺藍 變成淺黃 明不明白我意思 但她一定要有切膚之痛 一定要有first hand experience 那有些人她說 我沒有被刺牙打過 但我也是黃 那是因為你的人生經歷的累積 令到你的lens 已經變成黃色 就是這樣說 OK 好不好 那我想說回底倫那件事 底倫其實是我們身體 我們人生 0至7歲的hardness 記住 其實印度的說法 就不是0至7歲 她沒有0歲 因為她們出生 就已經是1歲 媽媽 胎圓 正如中國以前也是 嬰兒出生 就已經是1歲 一胎 媽媽的肚子 就算了 這樣 是1至7 那我想說 其實有一個概念 大家都可能聽過 叫內在小孩 OK 內在小孩說的是0至6歲 你聽到其實兩件事是相符合的 OK 那我每天做consultation 和客人解釋的時候 就是說 為什麼一份form 要你寫大事件 我只是寫了三項而已 但其實大事件 除了我會幫你清理之外 就是 那件事 對你來說是大事件 就是它對你是有影響 當然我今時今日 你問我 我說回 我可能 某個舊男朋友 已經沒事了 在街上見到沒事 他和他老婆出來吃飯 我也沒事的 但總會有 可能一個半個 你不想看 OK 然後 你會 如果 喝了酒 或者什麼 在你不壓抑他 的情況下 都會有隱隱作痛 或者想起來會不開心 OK 而這種情況 如果你催眠的話 OK 你去回當日的情境 你甚至會濾灑當場 OK 那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我們現在呢 我們 那個Lens已經形成了 OK 每日都形成 所以我剛才不是說 最近幫人檢查物論 是個個都低分的 沒有人是高分的 為什麼 因為 最近發生了很多事 令大家害怕 那個害怕是 不只是可能怕自己自身安全 可能怕香港的前途怎樣 怕自己的生意怎樣 像我這樣 怕自己子女怎樣 怕將來 香港會不會繼續 持續惡化 變成新疆 恐懼 產生 不同程度的恐懼 都會在你的底輪 最外面 第七層 形成了 那陣油脂 令到你的底輪轉慢了 就是低分 OK 但是為什麼要提到 內在小孩那件事情呢 就是其實 你的底輪是1至7歲 你的內在小孩是0至6歲 兩個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OK 第一個和我們建立親密關係的是我們媽媽 那你媽媽和你的關係呢 是影響你一生人的 OK 而我和你布丁之所以這麼像呢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和我們媽媽的關係 都是備受挑戰 即是這個是很... 很客氣的了 你記住你一生人 你一來到這個世界 你媽媽是私語者 你在你媽媽的身上 你只能夠接受的 OK 他給你 所以你媽媽和你的關係 如果很好的話呢 你很能夠和人有個交流 那個交換 但是如果你和你媽媽的關係 是備受挑戰的時候呢 你就會呢 出現個challenge 那challenge就是 要不就是 我拿寶丁做例子 但其實我問准了他 OK 就是譬如 我們大家去日本都覺得 哇 日本很棒 你知道嗎 日本很美 日本很整齊 日本人很有禮貌 那些東西又好吃 有溫泉 大家都很興奮 那些東西有美的都好 OK 但是呢 你寶丁去過 不多一次的 但是他 去過 那一次 跟爸爸媽媽媽 姐姐 去北海道 但是他是很不喜歡的 他是覺得充滿壓抑 的 我沒有聽過 人這樣形容 說日本充滿壓抑 而他是自己的感受 他覺得充滿壓抑 那 我一路跟他講笑 就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他呢 遇到一個 將來 一個很好的另一半 OK 寶丁寶丁 而他的另一半 有一個日本通呢 跟他一起去日本 吃東西 浸溫泉 OK 拍拖 sweet到爆到蜜月 很開心的時候 他呢 對日本的印象 就會不同了 就正如剛才所說 淺藍師奶 吃了催淚蛋 然後被警察 無差別欺負他之後 他突然會變得淺黃一樣 因為他上一次 他的經驗 是跟媽媽去 而媽媽 由頭到尾 都是 由他的童年至今 都是對他充滿壓抑的 OK 那我現在分享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要不然 遮捕的媽媽 又會和他詐刑 我整天都說他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舉一些 我們自己的例子呢 因為我們不方便 舉太多客人的例子 第一 第二就是我們 親身說我們的說話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體驗 你不明白嗎 才能夠真是親身 切身處地 新同感受地 告訴大家 那我講一些比較 private的故事 給大家聽 但你沒有聽我說過的 就是我發覺我十幾歲 至二十幾歲的時候 還是會熱衷拍拖 還有不想單身的日子 我現在就很享受單身 那這個後話 但是 那時候呢 我是很奇怪的 就是 我是會 不其然地 會 不喜歡 真的 跟我差不多年紀 你帶我三四五年 我都不行 我是會選大我很多 選大可能十幾年 這樣 很自然的 為什麼呢 我又不是選條件 我又不是要個高大英俊 有錢 越是這樣 我越走得快 反而 這個我告訴你之後 我之後解釋一下為什麼 但是呢 我是要選這十幾歲的 大我十幾歲 越大越好 基本上 戀父成義傑 這個 如果是佛洛伊德那裡 就是戀父成義傑 但是如果你用心理學 OK 近代的看法 就是內在小孩 因為回到我的童年 就是我經常被我媽媽打的 打得很禁 而我的救贖呢 我覺得我的救星就是我爸爸 你明白嗎 我爸爸是我的安全禁 再說我就會哭了 OK 我爸爸是真正能夠保護我的人 所以當我找另一半的時候 我就會想找一個 其實我自己不知道的 因為這個是我的潛意識在作用 你明白嗎 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些決定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看東西 為什麼我們會被人吸引 而排斥那個東西 為什麼一個人這樣對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這麼大的反應 OK 不是回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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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回應的 你所有的回應 你的反應 OK 其實就是你的底論 你的內在小孩 OK 所以 寶天堡天堂 我經常都說 生孩子要考牌 你如果沒有搞定 你裡面的問題 你不要再生孩子 因為 你會將自己的問題 持續下去 當然 現今科學都解釋了很多事情 其實不只是 DNA 就是疾病的記憶 絕對不是 是包括你 祖先 OK 在家庭排列的角度 就是愛的流動 突然間中斷 或者出現了一個扭曲的時候 是會影響到 下一代 包括自己 如果我們是他們的下一代 未來 OK 是的 影響很大 所以如果你真的做家庭排列的時候 他會問你 有沒有人被排除在外 有沒有人被殺 自殺 然後 他殺 當然 父母 有沒有之前 有沒有一些 其他的伴侶 然後 如是等等 有一堆問題 都會說 所以基因的傳承 不只是這麼簡單 陳皮說 很有趣 就說 我爸爸是我的救星 但其實不是 因為 我媽媽後來跟我爸爸 溝通了 我相信 他打我的時候 我爸爸不可以插手 我爸爸因為工作很忙 還有其他原因 他不是經常在家裡 所以我就變了 我一直很希望我爸爸在那裡 你明白嗎 而去到我長大了 所以我不其然的投射就是 我想找一個 不是我想 對不起 我都不應該用這個字眼 會令到大家有誤解 不是想 是你自然有那股的吸引 OK 你只會選擇那些籃籃 你不會選擇一個籃球健將 你甚至不會選擇一個 帥仔有錢的富二代 你會 要一個 帶你十幾年 可能經濟不穩的 都不要緊 為什麼 而我剛才 我不是說我會解釋 為什麼 帥仔高大有錢 我反而不要 我現在想回頭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跟我女子朋友 坐在一間那些 喝東西的地方 OK 跟著呢 他笑我一件事 就是什麼 如果打開門 進來那些是高大帥仔的 我不會的 但如果進來那些是光頭圓圓圓的 那些 一定打招呼是會的 他笑我一件事 我現在 想回頭 為什麼我以前那些男朋友 會是 大家瞄的 我爸說過笑一次 他就說 你不如找一個 男朋友是有開車的 這樣 因為 我真的完全不看這些 物質 任何這些東西 我要的原來一直都是安全感 因為我小時候很無安全感 因為我媽媽 令到我 對 就是 很無安全感 經常打 你明白嗎 那就是充滿恐懼 OK 經常都害怕 那這件事也想解釋 就是為什麼 有些家暴的太太 OK 她會 會很分裂的 她為什麼會很分裂呢 就是 她知道她老公打她是否正確 她知道是錯 她知道她要走的 她有成人的邏輯思維判斷 老公打我是錯 我要離開 但是 她裡面的內在小孩 因為沒有療癒到 沒有療癒到 她的內在小孩 就會勾起她的反應 你記住 你變成理性和反應的兩個對抗 那你的人就很辛苦 你明白嗎 就是 你想一想 小孩子為什麼會被人打 我們被灌輸是什麼 我們被灌輸是因為你做錯事 所以你被人打 所以她的潛意識就會是 我錯 我對我老公不夠好 我一樣不對 那樣不對 所以 我老公打我 她裡面會自己去自圓奇說了一件事 去接受了 當下 但之後她的大人出來的時候 她的大人就會說 不對的 她不可以打我 那些朋友又會說 然後她又被那些朋友拉去 大人模式 因為你對著你 那些朋友 你不會用小孩模式出來的 你明白嗎 OK 對了 我愛你才打你 這些也是中國人那套 OK 就是被支配 然後 藍磚女卑 女人的三重和四德 等等 那些 海寧格 就是 家庭排列的 始創人 OK 她說 她去過世界各地做排列 中國女人是哭得最沉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些系統 OK 就是 不要介意我講一點點 就是 其實我剛剛去完台灣 我就去家庭排列 去參加一個Camp 做這件事 那 我被擺上牆的時候 其實我還在發生爸爸 就是這樣 他們在外面已經在發生 我就是這樣 現在先生突然走過來 我很不喜歡那個先生 他捉很差的先生 所以你們如果真的要去台灣 不要找他 記住 因為真的很悲傷的 他捉我 叫我下場 那好吧 我下場 那我就去代表 我不知道自己代表誰 然後我站過去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 看著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 原來是當事人的太公 然後老師就問我 問我 你有什麼感覺 我就 我很委屈 然後我哭 但我的委屈 記住 不是我的委屈 是我 代入了 Sorry 都不應該用代入 我代表著那個 那個人 那個人 的委屈 然後 咦 我就說 不止我在房太太 應該有幾房太太 這件事沒有人知道的 之前我也不知道的 我只能把我的感受 在家庭排列那一刻 那個感受 我講出來 然後 就問 不是我問 其他人就去問 當事人 OK 就是 排著她 那個女生 一個女生 其實為什麼會排到這麼大 的 就是 她要跟她前夫 娶個兒子 然後排著排著 走到去太公 然後 然後 我下場 原來我是太公的四義太 沒有人知道的 OK 沒有人說過這件事 但是我很委屈 我相信這個難過不是我的 是那個家庭排列裡面 這個家庭未完的故事 背後那個能量場的推動 就是 你落到去 你這個人清空 你是那股能量來推動你 這個是沒有宗教在裡面的 凱寧甲本身是一個神父 後來 她還了足 她也是一個 學校的校長 現在是一個老師 這樣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說 其實一個疾病 不是只有一個層面 就是肉身 經常都說的 如果吃藥 打針 做手術 是會好回來的 那沒有人病了 你明白嗎 背後的情緒 能量 靈性 我把家庭排列 我放在靈性上 因為 譬如舉例 一個人有癌症 我要擺的 我要牠排一次 我要看牠和癌症的關係 是什麼 還有 還有其他東西 你扯一扯就扯一扯 一抽的東西出來 OK 很棒的 我去之前 我問我媽 那十條問題 有沒有人被排除災愛 自殺他殺你和爸爸之前 伴侶 我媽媽全部都是沒有 我懶得回答你 OK 然後我自己回答 我問這個就是誰 這個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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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大堆東西 我兩邊 爸爸那邊 媽媽那邊 都是很嚴重的 OK 所以 我們說笑這樣說 我之前很小時候去學梓梅斗數的時候 我師父說我大天命 那時候我二十歲出頭 其實十幾二十歲 然後他沒有解釋 告訴我什麼叫大天命 到後來 我在第二處才知道 原來我就是要把我自己療癒 我的創傷療癒去幫人 OK 那 你排了 OK 你見到背後 家族裡面那個未完的故事 OK 那個令到那個暫停了愛的流動 令它流動回 好了 是不是代表你的底倫這個Hardness已經清安靜了 不是的 OK 你的內在小孩還可以隨時走出來 淡地發脾氣 我又舉一個例子 就是 我很多年前 認識一個建築師男仔 帥哥的 跟著自己開的那些建築師行 自己做老闆的 那 他又不是忙到不出門 他現在認識不到女生的 他經常去抱的 認識過很多女生 但是呢 很奇怪的 他每次拍都不長的 很快就散 很快就散 是不是經濟條件又不是的 他住中環半山 羅面陣道 自己買了一層樓都很好 OK 經濟條件各方面都OK 是的 但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後來很熟之後 有一次 他拍拖 跟著 他出去抱的 他打給那個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沒有聽過電話 他整個人 翻轉 整個人很大反應 瘋了 不斷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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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 打通了狂鬧 因為這個時候 現在我當然認識 當年我不認識 OK 其實 是跟他的內在小孩 他的底論 和那個Hardless有關的 因為這個可憐的男子 這個建築師 他媽媽在他很小 不知道 五歲還是六歲 過了一生 OK 那你想一下 你來到這個世界 將你接離這個世界的人 你的持帶相連 賦予你生命 他一轉身走過去 你就一定死了 你想一下那個關係 OK 他媽媽離開他 他那種恐懼 你明白嗎 被拋棄 你小時候 你不知道媽媽死 你就覺得沒有了 媽媽去了哪裡 你明白嗎 你可以是憤怒 你可以是傷心 但是更大的 是恐懼 OK 可以是mixed emotion 恐懼 不安 憤怒 失望 全部加起來 但是你問我 其實這麼小時候 會不會失望 他只是會 哭到呼天上地 很失望 很害怕 不是失望 恐懼為主 所以你想想 為何底倫的情緒 是恐懼 你由一歲至七歲 即是印度的說法 或者是現代心理學 講內在小孩 是零至六歲 同一件事 當時我們最懂的是恐懼 你不懂得其他東西 你未懂得失望 因為你未懂得看人 你未懂得有過度的期盼 或者什麼 你是會恐懼 你怕爸爸媽媽 離你而去 所以麻煩 現在在鏡頭前 聽著節目 或者將來YouTube 聽到 不管你什麼時候聽到 你做了人爸爸媽媽 你千萬不要跟兒子 女兒說 說 你再一次 我不理你了 我走了 千萬不要說這句 你不斷地 Inside fear 令到小孩產生恐懼 他這輩子就完蛋了 明白嗎 因為你以為 要處理內在小孩很容易嗎 我有這方面的訓練 我自己做 我都很慘 我哭了腹 對不起 你明白我想說下一個字 是啊 所以 為什麼我們說 為什麼家庭排列 是這麼能力 是因為 你不用想 代表你的人 不知道背後發生什麼事 但他只要下去 他就會展示給你看 那個dynamics 背後的那個動力 那個未完的故事 裡面的那個能量 是怎樣運作的 你就作為旁觀者去看 OK 我講一點點 為什麼我這麼討厭這個老師呢 今次 我去到 那作為心黃的我 我很擔心香港 那我問他 他問我們想排什麼的時候 那我說 我想排香港 OK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small potato OK 你又不是什麼國家領導人 不輪到你排 OK 那我初時都拜他這個說法的 這樣 但是 但是呢 轉頭呢 他鬼上身 就說 他呢 去年幫個客牌 大陸 香港和台灣 那 那 你不知道 你以為那個客是習近平 或者林鄭月娥 或者蔡英文 不是 原來他的客人是一個大老闆 那 那 那因為那客人是一個大老闆 在他心目中就有份量 就有地位 那 所以呢 他就肯幫他排 他就說排的時候 代表大陸的那個 是走去捏著 代表香港的那個 最重要不是就這樣去捏著他 是他突然之間像鬼上身的 這樣 站高了 然後去捏他 是由上而下這樣捏 OK 那你問我們 香港人 是不是這個感覺 就是這個感覺 我告訴他 你代表誰 你不用知道的 但是呢 那個引力就會出來 所以不要跟我說 你不信能量 如果你試到真的加牌 你不會不信能量的 還有 你來到現場 讓我禁你 你不會不信能量的 我 現在 幫我負責影片的一個同事 試過 閉上眼 他看不到我做些什麼 我失敗了他的chakra 失敗了他的氣場 失敗了他的氣場 失敗了 我真的做了些什麼 他自己知道 之前都還按得很硬 但是他閉上眼 我失敗了之後 我失敗了之後 你做了什麼 所以不要不信 你以為不是真的 未必不是真的 直至你自己親身經歷 你明白嗎 OK 那所以就是 你對於底論 底論是影響一生的 底論你這一生人 你的0至6歲 或者是他們 古人所說的1至7歲 是 shape 你的一生 你跟媽媽 OK 跟爸爸的關係 你去摸索這個世界 你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OK 是這個時候 shape 的 OK 那我讀少少東西給大家聽 好嗎 不少人的童年 曾經有過不美好 甚至是受創的記憶 另外有些人 雖然有過一段 不幸的童年 但是他能夠將這些經驗 予以壓抑 他們幾乎無法想起這些事 相反地 有些人認為自己的童年 說他算是正常 或者是幸福 但是經過仔細研究才發現 其實只是一種自我欺騙 就算人家壓抑了童年時期 那些不安 或者遭到拒絕的經驗 也或身為一個成熟大人 面對那些經驗 已經表現得若無其事 但是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他會顯現出 他們於基本信任上 是有所欠缺的 他們在自我價值感方面 會出現問題 會一再懷疑他人 伴侶 老闆 或者一些新相識的朋友 是不是真心喜歡他 是不是真心對他好 懷疑自己是不是真心被人接納 是不是真的受歡迎 他們也不是真心喜歡自己 經常感受到巨大的不安 而且往往是有人際關係方面的困難 我告訴你 我用了三十幾年 我快四十歲了 是去克服我的童年的創傷 所以如果我媽媽當年 去生孩子考牌 她不應該被獲法這個牌 因為真的很痛苦 但是今時今日我當然要多謝她 因為如果不是她 創造了這麼多的傷痛給我 我不會去學這些東西 我不要去學這些東西的話 我今天不會告訴你 我不會幫到別人 我繼續說 她們沒有辦法培養出基本的信任 因此 很少感受到內在的依靠 取而代之 她們總是希望他人 能夠給自己某種的安全 保護 支持 和家的感覺 並試圖在伴侶 同事身上 甚至可能是踢球的足球場 百貨公司裡面 找到一個安定感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他會不斷地買東西 一買東西 你肯給錢 那售貨員一定會接你的單 沒有rejection 明白嗎 OK 譬如有些人很喜歡賭錢 其實為什麼會形成一個很強烈的人 內在小孩是一個問題 就是她沒有在爸爸那裡有足夠強的bonding 這是家庭排列的角度 好了 所以如果其他人偶爾傳遞到給這個人家的感覺 他只偶爾給到 他會失落 持續找到新的可能 他完全意識不到 其實自己是跌入了一個陷阱裡面 如果你沒有一個內在的家的時候 你外面也都找不到的 OK 這個就是我想讀給大家聽 關於內在小孩的healing 我為什麼要說呢 就是大家不要以為自己的反應就是反應 為什麼有些人靜不到下來 為什麼他永遠要有另一半在自己身邊 明明那個人他不愛的 不是他的理想對象 他不想嫁給那個人 他不想跟那個人長遠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總要有一個人在自己身邊 OK 其實是你的內在小孩的需要 他的不安 你滿足你內在小孩的不安 我講過很多次了 我是一個佛教徒 我也是一個黃絲 不用說了 因為如果聽那個節目都知道了 佛教徒相信什麼 相信緣 如果我和你有緣 如果我和你有緣 我虧欠了你的 我就會幫到你 如果我和你沒有緣 我就幫不到你 很簡單 不需要每次都上光上線 但如果那些人是會上光上線的話 也是因為他透過他的鏡頭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為什麼又說回靈極限這麼能力呢 因為靈極限清理的就是你的深層意識 明白嗎 OK 包括家庭排列那一套 所以其實我做的時候 我是把家庭排列和靈極限的十二個步驟 綁在一起做 OK 他今天講了差不多一小時了 我同事會捏死我 因為他做字幕也有時間做 OK 多謝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儘管留言給我 YouTube不能留言 那你可能留在Facebook給我 好嗎 拜拜